Hello 大家好 首先我這邊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聖誕樹 現在快要來聖誕節了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很 我很喜歡我在一個商店 以前商店找到的一個 一條一條布 那這個布上面有一個 我們叫做冷山樹 應該是冷山樹吧 德文叫做 Tanne 那 Der Tannenbaum 也就是冷山樹 那我們通常冷山樹也就是我們的聖誕樹 那我覺得這個 我就可以 在這段時間就可以掛在這裡 給我自己一件聖誕節的氣氛 你可以給大家一件聖誕節的氣氛 然後我藉著這個影片 我想要介紹 Mittwoch ist Bergfest 這個我們叫做書譽吧 這個書譽 Mittwoch ist Bergfest 我在前幾天有介紹到這個講法 可是還沒有 我只是提到這個講法 可是還沒有介紹到它的意思 意思是什麼呢 Mittwoch是禮拜三 也就是一個禮拜當中 它中間的一天 那 Bergfest是什麼 山 Fest是一個節慶 一個慶祝活動 那現在 Mittwoch ist Bergfest 是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隱藏著一個 有一點像 你在爬山 或者是你在追求一個目標 或者是你很努力的做事情 你很努力的攻著的時候 你爬上去的那種感覺 然後 如果你來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距離已經高一段落了 可是還沒有完全 走到最後面 走到最上面的話 那我們就 在中間 有一個 一個休息站 在那邊就可以輕坐一下 有個 Bergfest And Bergfest OK 所以 有時候呢 我們在一個禮拜當中 我們走到禮拜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稍微 休息一下 或者是就 不一定是休息 可是就可以覺得說 好 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 它的一半 已經完成了 我可以 就是可以這樣拍一下肩膀 我做得還不錯 我做得還不錯 現在就可以繼續走了 然後在那個 中間的 這個 休息站 這個禮拜三 是 一個 可以輕坐一下的這個場合 可以得到 可以找回更多的精神 然後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或是往上面爬 往上面走 OK 這個就是Mittwoch is Backfest 的意思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 為了好玩 就這樣說 Mittwoch is Backfest Oh Heute is Backfest 像 Heute is Backfest 雖然今天不是禮拜三 但是 就是關於禮拜三的一個 書也就對了 非常好 那這個就是關於 Mittwoch is Backfest的 中文說明 那我待會就拍一個 德文的版本 一個德文的影片 就可以練習 透過這個 德文的影片 可以練習你德文的聽力 非常的非常的希望 你可以透過這個影片 也學到一些新的德文的單字 跟句型 OK 所以我們待會見